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展出来 在早期的汉字当中 有很多字是非常形象的 不论你认识不认识这个汉字 但是一看这个字形 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 我们写一个这个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这四个字 这是牛 这是羊 这是木 眼木的木 这是纸 就是像一个角 在甲骨文当中 这样子很多 在早期的金门当中 是让字也很多 传书 又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大传 一类是小传 大传呢 是指的甲骨文 金文 而小传呢 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 规范的一种字体 甲骨文是我们目前发现最早的 成体系的汉字 它的文字数量多 而且书写 主要是刻写的这个 非常漂亮 因为它是刻在硅甲 或者授骨上的 所以叫甲骨文 我们看这幅作品 是很有名的 一幅刻在硅甲上的作品 它记述了 山王室这个一些祭祀活动 非常漂亮 这是刻在授骨上的 一个作品 这个授骨呢 是一个匕首形状的一个器物 上面刻的 在这个甲骨上刻的呢 如果仔细看呢 都是一刀刻成的一个笔画 叫单刀 而在这个射骨上看呢 它是两刀刻的 而且线条比较粗 到了周朝 这个商代和周朝啊 这个筑了很多青铜器 青铜器上呢 也刻了 也这个刻先刻后筑啊 一些文字 这样的文字呢 叫金文 金文呢 是中国 这个大传发展的 这个第一阶段的作品 我们看 这个 小陈于尊名文 它是 名文是住在这里边的 这是 后摩方顶上的这个文字 这是 这是 商代最大的一个铜顶 这是墙盘 这点看得很清楚 文字是住在盘里边的 是吧 是西周的铜器 这是毛宫顶 毛宫顶 这个踏片呢 很独特 因为它是沿着器形来 筑的文字 一共是32行 498字 是青铜器当中啊 最长的文字 这些呢 都属于大传时期的 书法作品 战国时期啊 诸侯格句 文字呢 发生了一些变化 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个各种各样的 那个写法都有了 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呢 就采取了一个措施 叫做书同文 也就是把不符合秦国规范的 一些文字 给它废弃掉 和秦国这个文字一样的呢 都吸纳 并且在书写上呢 也有所变化 制定了一个统一的规范 这个就叫小传 小传比较有名的代表作呢 就是泰山刻石 一山碑 这些 像这个呢 就是泰山刻石 泰山刻石 实际上呢 它这个是从石古文呢 发展来的 我们看这个石古文 再看泰山刻石 就能够看到它 在这个形体的 形体发展演变上的 一些轨迹 这是传书发展的 一个大致情况 也就是从 甲古文 金文的大传 发展到秦始皇 统一中国之后的小传 这是 在文字学上呢 叫做古文字的阶段 大传 具有很浓的像型的意味 到了小传呢 这个像型的意味呢 就已经 削弱了很多 到了历书以后呢 基本上就没有像型的意味了 所以把 历书 之前的呢 都叫做古文字 历书之后就叫金文字 就我们今天用的 仍然可以见到这个历书 我们给大家讲传书呢 主要想讲 大传当中的金文 和小传 和小传 目的呢 是为大家提供一些啊 在 创作书法作品的时候 这个 可以选择的材料 因为我们不可能呢 去逐一的 去学习书写 这个 大传 和这个小传 都给它写 写好写会 不可能 但是可以做到什么呢 就是 学到一些基本知识 基本技法 在创作书法作品的时候呢 通过工具书 找到自己 所需要的字 这样来创作出 一幅书法作品 因为作为书法艺术呢 这个 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的 就是把这个传书 作为创作的素材 创作的时候呢 通过一定的构思 这样写出一幅 这个 很好的作品 下面呢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金文 介绍金文 金文刚才说了 是住在青铜器上的文字 金文的历史 历史啊 这个跨的这个时期也比较长 从商代一直到 这个战国时期 汉代都有 汉代都有 我们这点讲的 主要是讲这个 这个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金文 也就是商周的金文 商周金文本身呢 也分早期中期晚期 这点呢 不分期就把一个 基本的技法呢 讲一下 先看金文的特点 金文的特点 就是相形性强 相形性强 刚才呢 写了四个字 可以看到了 牛羊 木 纸 都是 非常形象的 第二呢 从笔法上来说 笔法上来说 不复杂 早期的金文呢 具有描画这个特点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 纸字 纸字 再看一个 王字 王在下边呢 它是非常粗的 是吧 非常粗 这不可能一笔写完 就是实际上 这就是带有描画的特点 分作几笔写 像金字 下边也是 也是 像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就和我们一般所讲的书法的书写啊 就有区别了 就有区别了 所以从金文笔法的特点来说呢 就是具有描画的特点 当然如果用毛笔 用毛笔来书写这样的这个 这个形态的话呢 就不可能是用一笔写完 那么具体来说呢 金文的笔画主要有几种呢 主要有这么 三种 第一种就是直线条 按线条来分的 第一种是直线条 直线条的写法 在起笔的时候 顿笔 然后行笔 收笔的时候稍微一顿就行了 这是一个写法 这是一个写法 另外一个写法呢 就是一般的讲 说要回锋 绕一下 这样就圆了 收笔也要回锋 也要回锋 这两种写法在具体写的时候呢 就可以交错 可以交错 因为金文那个线条很生动 很灵活 如果完全都是按照这种这种来写啊 就会死板 所以有的呢 要回 到收 收的时候不一定回 到这一停笔就可以了 这是直线条 直线条 这是横的直线条和竖的直线条 竖的直线条 竖的直线条 先往上 再往下 这是一种写法 另外一种写法 倒是停行顿顿笔 让它自然来阴出来一个这个源头 也可以 这是一种逼法 第二种呢 就是曲线条 曲线条 我们为什么说是曲线条呢 因为它这个整个这个线条形态呢 是一个弧线 不是直线 而且呢 变化比较多 所以统称为曲线条 大致呢 有这么几种 一种就是圆的 比如一个像这个木 刚才写的这个木 眼睛 这个木 这个木 这都是曲线条 都是曲线条 所以呢 我们先看这个眼睛 眼珠这部分 它是分两笔写的 分两笔写的 一个 先写左边的 先写左边的 然后 再写右边的 然后 再写右边的 这是一个 再写右边的 再比如 像这个角丝旁 也是 也是 这是一种 第二种呢 就本身 是吧 弯曲的 像这个角丝 这个水字旁 水字旁 它就有一个破浪纹 似的这种形态 加上这个四个点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水字旁 第三种 是从右上方 往左下方弯曲 右上方 往左下 这个左下方弯曲 第四种 是用 从右上方 是吧 往左弯曲 往左弯曲 你比如 这个女字 新闻的女字 新闻的女字 就是 从右上方 往左下方弯曲 然后呢 再从右上方 往左弯曲 这就是 曲线条 当然曲线条中间呢 还有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 就不一介绍了 主要强调一点什么呢 就是 笔法比较灵活 笔法比较灵活 不要死守一个 这个旗笔 要藏锋 收笔 要这个回锋 不要死守一个这个 在线条当中 主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 主要注意啊 在线条 这个旗笔和收笔的地方呢 这个要显得比较实 不要出一些虚的非白 让我们看一下 像这样的线条呢 就不是金纹的线条 它太飘了 太飘了 这是一个要注意的 第二个要注意的 第二个要注意的 就是在线条和线条交错的 这个时候 运比较慢 运比较慢 为什么运比较慢呢 就是让这个墨呀 有一个渗化的过程 这样形成了一个焊点 就使整个字呢 显得非常结实 饱满 比如这个王 这点 稍微停一停 运比较这的时候 慢一些 慢一些 沾默呢 渗化一下 它显得有个焊接点 那种感觉 这个字呢 就显得比较饱满 如果 很快 这点是一个直角 这点呢 是个直角 那种饱满的程度 就不如这个 所以这主要注意的 两点 上面讲的是 金文的 基本的 技法 主要是笔法 那在写金文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笔顺 笔顺 金文因为 比较灵活 笔顺没有一定的 规则 主要是看着运比的方便 看运比的方便 怎样能够把线条 写得浑厚饱满 写得流畅 比如说我们写这个旋子 这是个木 先写中间的一处 然后写左上方的 然后写右上方的 为什么呢 为了使两边对称 为了使两边对称 这就是旋子 他之所以啊 先写中间这一处 刚才说了 是为了使两边对称 从左上方往右下方来写 这个从右上方往左下方来写 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使运比比较方便 这点 这点先写这一半 先写这一半 为的是照顾到写它的时候呢 对称 不然的话呢 他容易写大 写得不好 再看一个手字 就是这个手 先写左边 再写右边 再写点 这就是手字 今天我们讲这个 首都这个手 所以从这儿 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他这个笔顺上 只是要考虑到 这个整个结构 能够摆得要好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运比较方便 运比较方便 一般来说啊 凡是对称的字 都是先写中间的笔画 都是先写中间的笔画 比如像这个本 根本的本 先写中间的笔画 再写两边的 再加上这一点 对称的字 其他的呢 这个具体 我们在写的时候呢 可以具体去研究 这是笔顺的问题 没有一定之规 就看你怎么写的方便 怎么能够把这个字写好看 今天还有一个章法的问题 就整个作品 这些字怎么排列的问题 就金文本身来说呢 章法主要是有两大阶段 也可以说两大类型吧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 他的金文排列呢 主要注意这个 纵这一行呢 是比较整齐的 而横向呢 就因为早期 对于作品的控制 主要是考虑到 整个这个一篇字 这个字如果比较大 它就占的位置就比较大 甚至一个字呢 它能够占两个字的位置 笔画少呢 它可能就占半个字的位置 比如这个天王鬼 它只是重的 就有一行 而横的呢 就没有 横的就没有 像这个文 它就占了 位置比较大 占了一个字 一个半字的位置 而这个王呢 就占的就比较小 比较小 这就主要是注意 重这一行 那么节字 这个写字的时候呢 就注意按照 字的笔画的多少 是吧 来这个分配这个空间 这个墙盘 我们看就和现在的整个 章法一样了 是吧 重有行 横有列 重有行 横有列 它是每一个字 不管笔画多少 都占相等的空间 相等的空间 在这个构思上呢 是很奇特的 就是这个毛宫顶 它整个是围绕这个气形的 来这个写的 它整个是这么一个形状 两片呢 构成一个S形 它这点比较短的时候 字就少 逐渐的增多 整体看呢 也是重有行 横有列 也是重有行 横有列 非常整齐 这是金文章法 这个 从而发展本身的 两大类型 两大类型 我们给大家讲这个金文呢 主要是说 要去整整体的学金文 把这金文字都认识 都会写 并不是 而是提供一个书法创作的素材 就了解了金文 对于金文的基本笔法 有所了解 尤其是觉得 打破这个金文书写 这个神秘性啊 就是我们在创作作品的时候 如果想创作一个金文作品 就可以来创作 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我根本就不认识金文 不会写金文 怎么办呢 这主要得依靠工具书 就是即使现在 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书法家 写金文写的比较好 他在创作的时候 也要依靠工具书 因为他不可能把 现在的金文都能够认识 都能够会写 不可能 他也要通过工具书 查到这个字 来构思 来创作作品 如何利用工具书 来创作金文书法作品 这个问题我们休息一会儿呢 再跟大家讲 关于金文的工具书呢 也比较多 比如说 荣耕先生编的金文编 徐文先生编的这个 甲金转立大字典 还有这个汉语古文字字形表 这点呢 给大家推荐 就是汉语古文字字形表 就是这一本 为什么推荐这一本书呢 就是这一本书啊 一个篇幅不是很大 另外更主要的就是他 里边的字形 都非常漂亮 写得非常 非常好看 完全可以作为 这个 创作作品书的参考 字形都非常漂亮 比如我们想写一个瘦字 可以通过后边的 笔画索引 查到这个瘦字 所在的位置 我们看 在三三六页上 列的瘦字 有这个十几个 如果包括下边这一篇 秦汉时期的传书呢 就更多了 就可以通过这些字形 选择自己 喜欢的 需要的 来写 选好字形之后 比如我们只是选了 这个字形 这个这个瘦字 选好字形之后呢 就可以构思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 用这一个 已经装标好的这个板 来写这个瘦字 这是个圆形的 圆形的 就要考虑 这个字 在这个空间里边 怎么布置 这就是构思 这就是章法问题 构思 之后 两边的落款的位置 把这些问题 考虑好之后呢 就可以写了 了 了 先写下边这个 为了分布的比较均匀 然后再写它 这还有两只手 这个瘦字本身就写完了 下边要落块 瘦比南山 这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 这边写上什么时间 落完块之后 还要盖上印章 在印章的时候 要向左右 十字压 这样盖得太清楚 下边落块之盖一个 位置和上边呼应 到现在为止 这个作品就写完了 一个瘦字 考虑的时候 为什么这两边留出位置 就是为了要落块 它这个字形本身 我们看这字形本身 和现在写的并不完全一样 并不完全一样 因为写作品的时候 是要有一个整体构思 这个构思 就是把作品的主体 和你落块的这个位置 都要考虑好 这是一个字的作品 如果字数多 比如我们写 这个 延年益寿 也可以通过工具书来查 查好之后呢 再来写 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写一下看看 写一个横幅的 有四个字了 有四个字了 那在构思的时候呢 就要考虑到四个字怎么排列 一般四个字排列的时候呢 就要注意 横向的要整齐 不能呢 这个高高低低 横向的要整齐 有什麼正常的 有什麼正常的 是 那就是 有什麼正常的 有什麼正常的 是 有什麼正常的 是 你 你 叫 你 你 那 这个黏在上面是一个盒 我们看垂下了一个像果顺一样的 黏 这个黏在上面是一样的 一 印象一个器皿 上面有水 满出来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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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观 和 感谢观看 肌 肌 肌 谢谢大家 这上脸就写完了 主要注意它这个字中心要对齐 下边写下脸 下脸写的时候 要把这个上脸也要对好 这样好横向的看 横向的看 一 比较少 笔块少就是稍微粗一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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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一缩烟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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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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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带上印章 盖一个银手杖 在上连 刚才有意的呢 上边留了点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 到现在为止呢 这一幅作品呢 就算写完了 这是写对联 主要注意呢 就是纵向的要对齐 然后横向的 横向的也要对齐 这个以上呢 我们想写了这个单字的 四个字的和对联 写的当中呢 就是可以看到 这个运笔速度比较快 实际上呢 创作金文书法作品呢 也要注意这个 运笔的时候也要注意 就像写字一样 不要过于做作 除了通过借鉴工具书 来创作金文作品之外呢 我们要想提高这个书法 金文书法这个作品的水平啊 还要注意参考一些 这个前辈书法家 他们创作的这个金文作品 包括他们 林的金文作品 比如像这幅是吴昌硕创作的 这是他林的 这个散尸盘 这是 丁佛言林的 这幅是吴打成林的 这幅是罗真玉林的 这都是他们林的作品 从林的作品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 吴昌硕的用笔 就比较豪放 比较随意 线条的粗续变化呢 就比较多 吴昌硕林的呢 就比较匀 罗真玉林的也是比较匀 从这点我们就可以借鉴 他们的这些风格 通过借鉴风格呢 这个提高我们的书法水平 创作出呢 这个自己喜欢的 这个金文书法作品 为什么说自己喜欢的呢 因为人 这个各个人的审美标准不一样 但只要自己通过创作作品 得到了满足 这样呢 就达到了目的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介绍 金文 来讲 利用金文这个素材 创作书法作品的主要的目的 关于金文呢 我们就讲到这点 再见 Shakespeare 目的 曲